灯师傅,你先不要出声,让我说一声 快乐之道就在B频道,这里是Channel B,家家有本尚念的经 这位是全灯师傅,我是演阳师傅 哎呀,我想试一下,我一口气都说完,都是有点乱咳 没惯,没惯了,是吗? 没惯,没惯,但是师傅,你一上台讲座 甚至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哇,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很得着 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 即是怎样? 我不可以跟小人聊天 甚至跟没有人在录音室的时候,看不到人 一刻的地方,我的业力就起了 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很奇怪,我也很希望有朝一日,我会知道是为什么 这个录音室已经很好,很光,我们看到外面 我在新城电台录音室,如果那天刚刚是 即是内拢的录音室,看不到外面的话 我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想不到,口窄窄 都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师傅就会需要多一点的精神 还有最容心一点,其实是可以的 这个环境是很奇怪的,我过去都不知道有什么因缘 是在一个很黑暗的日子下,环境下 我有一种恐惧的 我今天为什么要特意冲破自己 师傅,你已经进步很大了 其实在新城电台,甚至Channel B都好 我们有很多的回应,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了,希望你们多多包涵我 比我讲座又不同,我越多人,我就越精灵 因为大家有反应,师傅,有互动,是吗? 那个环境,最重要都是那个环境 其实我们在这个Channel B,我们事上当然希望 大家有什么移民的时候,我们希望是可以回应的 那才可以直接去解决大家的生活,甚至生活之中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就有些朋友真的问起关于放生和户生的这个问题 放生是我们佛教的一个很殊性的功德 是可以给我们烧我们的业障,历劫以来的业障 这里真的叫做放人一条生路,放众生一条生路 是啊,放生是很重要的 所以历代的高僧大德 以及无理是南传、北传或者是密宗 都是很鼓吹,很鼓励我们的佛弟子去做放生的 以前我都初出家的时候,他放过很多次生的 跟着船出海,哎呀,但是一旦船一开就发现有些问题 即是什么问题? 咦,后面又会跟着一只来的 一只船过来? 是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吧? 呃,呃,应该知道的 你猜是什么? 即是他跟着你,那你在哪里放,他在哪里捉回? 是的,他根本… 真的这样吗? 真的这样的,根本上是杀定一个特大的网 他想拖着那条船,一路一路不断去回来 所以呢,那些人买几万元的时候 几万几万的卖的 放生的,鱼、虾等等等等 他起码被他捞回来的,都有人这么常考的 嗯,其实我自己都曾经跟过一些师兄 呃,在马路西亚出海那里,不是出海 就是去到沙滩那里去放的 放些鱼啊,放些鱼啊 那我师兄应该都已经有经验的了 我们专专去到个叫做市场,鱼市场那里 他不知道我们今天来的嘛 那他不会去捉多些来到这个鱼市场 等我们去买 我们几乎是叫做什么 呃,突然之间去的 那所以,哎,我要买这么多 那可能他那天就不用做生意的了 就是不需要再做生意了 买完了 买完了,他不会特别去买更多给我们 那去到这个海边的时候 在槟盛的海边的时候 我师兄就会观察一下周围的那个动静 哎,哇,这里有只船在这里 不行,我们再走远一点 去到另外一个沙滩 要放的时候呢 等那些船已经走开了 看不到我们了 那才去做的 正经经慢慢去做的 但是现代人呢 我们放生呢 很多样东西真的要照顾到的 是 很多时候放生呢 就变成了放死的 是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又是我的亲身的经验 是 因为你知道买些什么去放生呢 买什么呀 鹰母啊 哦,OK 鸟类啊 鸟类啊 飞琴走秀啊 是 鸟类啊 你买鸟去放生就不要紧了 鸟类是被人养在一个笼里面的嘛 鸟歌啊等等啊 那些观赏鸟 是被你托在笼里面 通道跨啊 通道跨啊 通道大啊 通道大啊 通道去扎扎唱歌啊 这样的 他放这些这样的 这一类型的鸟 嗯 等于什么呢 带他去荒山野岭 或者去山头 嗯 强硬冻死他 或者他根本他连飞的能力 长年累月被人困在里面 飞的能力都没有 掉下来又被其他野兽啊 什么吃了啊 那如果我们只能够是 就是说满足我们自己的心理的要求 哎 我放了啦 我就好了 我心安你了 我又放生了 是 有些可能还想着 我放生是我一个好的心 那你出了去之后 你自己叫做什么 自己照顾自己了 是啊是啊 我给了一条生路你了 你以后生不生到 就你自己靠自己了 看你的业力了 看你的善根了 看你的福德了 那我觉得又好像差了一点了 所以这里其实真的都要做一下research 要做一下 你去研究一下 我要放生的地方 是不是真正适合我要放的这一群动物里面 是不是真的它可以在那边生存呢 甚至会不会对这个环境里面住居住的居民 带来不便啊 带来危险啊等等 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我在外国 那时候天冷 天冷的地方 这样呢 又放生了 很开心了 那当时候呢 一笼一笼 一笼一笼 很多很多 在这里 就是放什么呀 师傅 一笼一笼就是那些鱼啊 蝦啊 很大的那些鞋 一笼一笼就是那些鸟 那些鸟是真的在天空飞的 是可以放的 不是人养的 是可以自己去野外寻食的 是可以生存的 有什么现象出现呢 是 当那位法师做完所有的仪式之后放下去呢 那些东西已经死了九成了 即是焗死了 不是 是冬死了 哦 因为是冬天的 那时候是冬天的 零下很多度啊 我们看着它放下去已经 还没放下去已经 哎呀 糟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唱的时候已经 手都硬了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些事情是那个时机的机缘 没错 不可以在那个时候 我还一定要唱什么赞 念了什么一大轮 15分钟已经是最快的了 嗯 起了半个小时的唱诵仪式 嗯 已经减到15分钟了 是 已经冬死了 哦 都没办法 真的 所以真是放生 要有智慧的 真的要有智慧 还有真是要把握那个 呃 很多很多的条件 的哦 恩怨哦 还有一个呢 就是又在美国了 嗯 有一个佛教团体 他去放生 放完生之后 两天 政府的警察上到门来 啊 很大件事啊 那次 他放了什么呀 他是放了很普通的鱼 是 但是他做错了一件事 是 他买的鱼呢 是在河里生活的 OK 嗯 他呢就去到一个海坝那里放 嗯 最弊的那个海坝呢 是出海的 最弊的那个海坝呢 是政府明文规定 是在做一些试验的 哦 就是海水的调查 试验的 人家在做实验的时候 他一查 很多很多钱 在河里生长的鱼虾鞋 放了下去 就扰乱了他整个这个 project了 是的 嗯 那原来呢 人家已经冻了牌 写在那里是不可以做任何 呃 他没有口名放生 是 任何的什么什么 只是说 这里是什么地方 嗯 是政府的 呃 呃 是受到的什么什么保护 是 但是他们没有理到 哦 他就打算去到那里是最安全 那些鱼呢 后面又没有人跟啊 不会捞起它啊 那又怎么知道是他放的呢 咦 就是查了 哦 为什么呢 有闭路电视 no 不是 不是 因为美国政府就知道 放生是佛教团体 特有的仪式 OK 好了 就再找回当地佛教团体有几多个 哦 再找回看那些鱼死了的时间了 是 死了的时间 他知道是那一两天 然后再找回追查记录了 追查记录在那两天里面 有哪些团体是来过那里附近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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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是警察上门了 哇 检控了 你知道吗 那组织怎样 组织 好彩 好彩 我都说外国人是很 比较尊重宗教的 嗯 他们将那个利害关系 告诉那个团体听 嗯 拍照给他们看 是 搞到他们整个project 乱七八糟的时候 拍照给他们听 口头和书面警告 嗯 讲明如果再有下一次 就要检控了 就是会 他们要负责人物 要逮捕他们 告他们了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是啊 所以一个放生 一个这么好的 一个行动 一个心念 原来可以带出来这么多东西 可能真的带出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可能都会 带出不好的东西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我们知道 我们明白 放生是我们应该做 可以做 嗯 还有我们要求大家 去做的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 当地 当事 和当地人的心态 和他的环境 嗯 那我们说到放生呢 其实 反过来 其实我们都可以做 即使我不出钱 去买一些动物 去放呢 我都可以做一样东西的哦 哦 去护生可以吗 护生当然可以了 几十年前呢 黄一大师还在生的时候呢 风子爱啊 和黄一大师已经提出 护生了 是 护生都很重要 什么叫护生呢 保护生命 已经有在这里的 这些狗啊猫啊 我们去保护它 对啊 保护它们 保护它们 所以在现在香港啊 或者是我所认识的 澳门呢 有很多团体啊 保护那些猫猫狗啊 嗯 或者是在外国 我们很常见的 那些人很有爱心的 是 找一间自己的屋出来 它不住人哦 有人捐一间屋出来 是 猫啊 鹽蛇啊 蟑螂啊 蜥蜴啊 它不想杀那些啊 所有呢 总而言之是生的动物 拿去那里 它就和它 养到它中老 嗯 有专人去照顾它们的啊 哦 专人就是 很大部分是义工 嗯 很爱护动物的 它都需要有这个能力 资金啊 所以很多人就去支持它们 这个就是护生了 是 这些是真的 特别有很多 垂死那些 就是生枝生到 扔出来都没有人要 那些很肉酸 哇 你看见那些人呢 很有爱心地 戴着手套 用棉花 和那些生枝猫呢 是 去抹身口 抹身 洗伤口 你会很感动的 是 就是它的爱心 真的值得我们去看看的 去学习的 那其实但是我们都说回了 就是胡先生会不会带来某些问题呢 我们在这个中国大陆呢 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新闻 有一个妈妈 她丈夫呢就很突然地离开 本来是叫做相依为名啊 还有真是很互相相爱的 但是走了了 那妈妈呢 这位太太就很伤心 放不下了 最终她就开始去收养那些流浪猫 流浪狗 狗 是吗 是啊 她主要不是专收养流浪猫 流浪狗的 她是专收养一些有残疾的流浪猫 流浪狗 是 她收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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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人人知道她是这么有爱心的呢 看到有些受伤的猫猫狗 全部拿出来给她 八十几只 哇 所以她都知道在自己家里 没有办法再容纳了 她自己再找一个地方叫做狗场 那些猫就在家里了 那狗场就专专收养的狗了 家里也有少少狗的 有些是有伤残的 但是猫多 家里就养了十几只 在狗场里就有七十几只 是的 那这个其实OK啊 如果她可以负担 她的家人支持的话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给她自己带来很多不便 甚至自己家人都好 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 因为她的儿子和媳妇 就和她一起住的 那间屋本身 爸爸离开了之后 儿子就很有考心 回来陪妈妈 结婚了 想着生小孩 谁不知她就在那几年里 哇 奶奶一直 一着猫豹 狗狗舞 他每天朝起床一走出来 满听也是狗糞 猫鳞 狗廁 两夫妇 搞 倒閉 擦完房子後 轉著臉 那些狗又再擦 因為他們在外面流浪慣 沒有人教過他們 他們是隨便在哪裡擦 他們說有時一坐下梳化上 真的嗎 真的嗎 跟媽媽聊過很多次 到最後發展到吵架了 吵了 但是他們兩個就很有孝心 到現在都不願意搬來 不願意搬出去 但這個問題真的要解決 還未解決得到 因為媽媽說想把這間屋賣去養狗 自己搬去狗場住 對 把那些錢給我養狗 那兒子就很痛心 媽媽 我真的連狗都不如 甚至如果生孫子給你 你要當牠是孫子來養 或者是當狗 或者是一隻貓來養 真的會不會混淆 這句話是她媳婦說的 因為牠們其實一結婚的時候 兩個就很喜歡小孩子 很想有自己的小孩子 有人問牠為何你到現在不生 牠就說我生 我怎樣生 整個屋都是貓貓狗狗 我生完 我兒子當狗來養 還是我把狗當我兒子來養 所以這是一個小小的家庭悲劇 所以我們所謂的互生 是不是都要互得有度 這裏真的要去想想 甚至有些朋友 都自己養貓和狗 又是自己的寵物 但是當你養這個寵物的時候 牠有時都會生病 有時都會走 反而牠就開始不適應了 我有一次在外國買了一隻大的海龜 要放牠的 放生牠的時候 我就親自找一隻黃色的柚 七柚 在牠背上寫了南無阿彌陀佛四的字 然後送去我們所說的地方 讓人家可以養牠 然後我們每個月去探望那隻海龜 又每個月給那些伙食 支持那地方 這隻龜還沒有送去那天 發生了一件事 鄧師傅你可能都沒聽過 我真的沒聽過 還有隻龜 還有… 真的沒聽過 師傅 是的 那天要送牠出門 演船師傅 你知道 你認識牠 你跟牠好朋友 牠就一直掃著 掃著隻龜 一直掃著牠的頭 一直跟牠說話 你阿彌陀佛 你乖 去到那裡 好好地 安享晚年 即是說這些話 一邊掃著一邊說 誰知道 講一講 那隻龜 抹著牠的手指 咬著船師傅的手指 嘩 痛到牠 原來咬人是很痛的 那怎麼辦 如果不打雷 是否這樣放 是的 人們就是這樣說 船師傅看著血流出來 好痛 牠有牙的嗎 有的 我們不知道 那怎麼辦 在裡面 整隻手指 起碼有兩截 在嘴裡 嘴著牠 船師傅很鎮定 就馬上叫牠們 馬上叫牠們 叫其他師傅 喂 你們來啊 來啊 來之後 聽到牠們 因為你斬了牠的頭 我們當然不會斬 看著血流出來 船師傅很鎮定 就跟牠說 說什麼呢 唉 我知道 我知道我當然 激起了你把火 令你親心起了 又或者 不知道是不是我前一生日 傷害了你了 對 如果你真的咬 你已經咬完了 你願不願意放過我 如果你願意放過我 我會以後好好做出家人 很重驚 我會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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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說 說說說 我們 大家解緣識結 好不好 我不搶你 你不搶我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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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念佛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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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著眼睛 ele 憑!!! 整隻手玉地 う euh 他真的聽教了 對 對 根據還不需要為蓋指令 電線 不用等會用刀砍腳 用另外一個方法 對 用愛心 直到後期 這一隻鎭 我們已經拍了男的照片 直到後期 他離開了 人們說 這一類龜 最多只能夠多半年的命 我們探了他幾次 給了火食 叫做家用中心之後 探了他很多次 你知道嗎 他們很有愛心 直到那隻龜 足足長命 多年多 離世的時候 寫一封信 來告訴我們 OK 就通知致遠 說 他的龜走了 是的 他走得很好 我們把牠埋葬在哪裡 很有人情味 如果我們世間 對每一種生物都有這個愛心 你說多好 是的 其實師傅 我們說到胡生 比較專注重點說動物 有時候我們 好像剛才那位大陸的媽媽 愛他的狗 可能比他的家人更多 他一直在說 家人不瞭解我 你們根本不知道 我為什麼要養這些貓狗 是否好像我們忽略了自己 都是有生命的自己的家人 鄧師傅 你真是慈悲 你真是有智慧 其實 放生好 護生好 最重要的 都是人那裡做功夫 是的 家人 我們一句說話已經殺死人了 有時候一個動作 已經傷害了人了 那個都是生命 我們要愛的 放開對方 不要令對方和我們之間那種怨恨 糾纏得那麼緊 我們願意主動放過對方 還有的就是 我們要護住自己的善念 護住對方的善根 不要因為自己妄為 互作 而令到對方再一次受傷害 又或者當對方傷害我們自己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要放生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都要保護我們自己 不可以 別人已經傷害了我了 我不可以再一次傷害自己 繼續傷害自己 是的 所以有些人說 我養一隻狗 都比養你好 真的 我聽到多心痛 因為他們覺得狗不會傷害 不會傷害自己 人不會傷害自己 沒有後非的 當一個人找不到人世間的人情的時候 他會有這樣的 但是當我們知道 人間始終是有情有愛的 他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有機會我們多說一些人的善根 是呀 好呀 好呀 我們又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嗯 好 下一節再見 拜拜 拜拜